分手要哭了三个小时 我才决定丢掉你的一切 虾皮这一支分手广告 女主角抱怨男友消极 动作慢 还巧妙置入 男友抱着PC红纸箱 被赶出家门的画面 被PC红认为 虾皮借着广告贬低自家形象 诺告对方毁谤 更违反公平交易法 影片后端 虾皮才放入自家品牌logo 而对于PC红的告诉 台北地监署认为 虾皮广告只是凸显 自己服务家并没有恶意 认定被告罪证不足 一并不起诉 电商开打 战火猛烈 就是因为近期竞争对手 实在太多 扫描电子标价 前后端都能及时更新价格 还能智慧模拟场景 淘宝跨海抢攻台湾市场 和台湾家之业者联名 虚实通路抢生意 淘宝其实它在台湾 你可以看到 它这阵子找了很多网红合作 MOMO跟PC红 他们是常常都有讲说 他们都有做一个 叫24小时的限时降价 这三个平台 在如果产品的差异化 都相同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最后比什么 比的是活动 网购拍卖平台 竞争激烈 业者出奇招 除了开实体店面 还比广告 比活动 不放过一丝商机 三连新闻章主陈佑荣 台北报导